这可能是你坐过最快的高铁 时速350公里 比它更快的是中国第一条高速磁旋服 最高时速430公里 而这是真空管道中的磁旋服 时速甚至可以超过1000公里 类似的技术不止颠覆速度 还将颠覆各个的围 从人工心脏到人造卫星 包括这辆行驶的汽车 它使用的鱼免Z气氛 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量产车上 利用电磁力使车身悬浮 大幅减少路面颠覆 那么到底什么是磁旋服 它是如何做到这一切 又将带领我们是向怎样的未来 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离开地表 对于传统列车而言 摩擦力是它的一生之一 摩擦力如果太大 阻力和磨损也会有 如果太小 就会出现车轮打滑的情况 这便决定了传统列车的速度上限 通常不超过500公里每小时 怎么办呢 干脆离开地表 彻底摆脱摩擦力 最高端的科技 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原理 我们都知道磁铁同级相斥 一级相吸 如果把相同磁级的磁铁 装在列车和轨道上 不就能实现悬浮了 但是视力并不稳定 你看 它们会自动翻转成吸引模式 所以工程师们决定 反磁道而行之 这是上海磁悬浮 世界上首条商业运营的 高速磁悬浮列车 在它车身下方 有一个C字形的悬浮架 正好与T字形的轨道 抱在一起 在悬浮架上安装磁铁 就能利用它与铁磁轨道之间的吸引力 让车身离开地边 另外 这种车爆轨的结构 还能杜绝脱轨风险 不过 普通的磁铁也无法调整磁力的大小 那该如何应对列车的载重变化呢 来点电就好 利用电升磁效应 通电线圈周围会闪成磁场 电流越大 磁场就越强 这就是磁力可控的电磁铁 这样一来 只要通过控制系统 自动调节线圈电流 就能确保列车与轨道之间 始终保持十毫米的悬浮间隙 不仅如此 在悬浮架的侧面 还有两组线圈 当列车向某侧偏移时 只要调节它们的电流大小 就能把车身重新拉回中心 从而达到控制列车转向的目的 现在我们的地表飞行器 已平稳离开地表 下一步 前进 这是一条神奇的悬浮轨道 由于没有摩擦 不需要发动机牵引 轻轻一推 列车就能前进 开个玩笑啦 当然没这么简单 对真正的磁悬浮列车而言 它的动力 其实来自于底部的轨道 轨道下方的线圈 通电后会产生磁力 从侧面看 车体上的南极 正好被轨道前方的北极吸引 同时被后方的南极所排斥 这就产生了向前的推力 不断改变轨道线圈的电流方向 就能利用移动的磁场 持续推动列车前进 磁场变化越快 列车前进的速度也就越快 不过 如果给整条轨道持续通电 将耗费巨大的能量 或许 我们可以让通电的区间 短一点 再短一点 甚至 只需要给列车经过的区间 通电即可 除了利用轨道上的移动磁场驱动列车 我们还可以在车身上产生移动磁场 驱动前进 这种磁悬浮列车结构相对简单 但推力较小 主要应用于中低速的城市轨道交通 它们比地铁或轻轨运行更平稳 噪声也更低 而在高速磁悬浮领域 还需要功课 供电 通信 等多个关键技术环节 才能造出这条中国最不爱的磁悬浮线路 但它距离地表最强飞行器 还差点不平 当列车速度超过400公里每小时后 空气将成为影响列车前进的最大能力 能占到运行总阻力的80%以上 这些形形色色的车头形状就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气动腿力而射击 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于是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被提出 让空气消失 这就是真空管道逆输也被称为超级高天 它的速度甚至可以超过1000公里的小时 比现有的民族飞机还要快 恭喜真正实现地表飞行 但别高兴得太早 常规的磁拳幅并不足以达到这样的速度 因为阻碍它加速的 竟然是它自己 这是一块电磁铁 在红外热相仪的视角下 你会发现它比普通磁铁的温度更高 这是由于线圈存在电阻 供电后会发热产生损耗 这样的高温不仅威胁系统安全 同时还会削弱磁场强度 那有没有不发热的材料呢 有 当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后 这种确输的材料电阻会突然降为连 这就是超导体 只要给超导线圈通一次电 就能将电流永远锁在里面 成为一个超级磁铁 利用与上海磁拳幅不同的原理 2015年 日本的低温超导磁拳幅列车 在零下269摄氏度的环境下 跑出了载人603公里的时速 2021年 由中国西南交通大学研发的 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拳幅 工程化洋车成功下线 设计时速620公里 将工作温度提高到了零下196摄氏度 但要维持这样的温度仍然需要额外的冷却系统 至今还处于工程化验证阶段 但这并不能阻挡人们探索的角度 因为磁拳幅所打开的 是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未来之路 磁拳幅不止提标飞行器 凭借快准稳的特性 它正在各个领域展示出巨大的潜力 如果把磁拳幅列车的爆发力拉满 它就能成为航母上帮助舰载机持冲营销的电子弹射系列 如果把它压缩装到卫星上 它就能成为稳定防天气姿态的磁拳幅控制力矩陀 如果把磁拳幅技术应用在汽车上 工程师们就能将它的速度优势 转变成超越想象的平稳与安全 传统汽车悬架依赖油液减震 由于摩擦力的限制 始终无法实现对悬架高度的精准快速调节 这与轮轨列车面临的恰好是同样的困境 为此 比亚提的工程师们想到 汽车也可以借助电磁之力 直接驱动悬架 摆脱摩擦困境 只要把磁拳幅列车竖起来 然后压缩到人腿搭车的空间内 就能代替传统的油液减分器 变身成全球首款量产级的电磁悬架系统 云面力 利用车身传感器提前感知入面信息 在制算中心的指挥下 它可以主动调节层大小 从而在最快0.005秒内改变悬架高度 抵消震动 调节速度是传统汽车的20倍之多 毫米级的调节精度 更是让车身在面对各种路况 都能迅速稳定姿态 当然要做到这一切并不简单 为了兼顾悬浮电机的大推力与小体积 工程师们需要从30万种方案里筛选出最优的电磁部件排布组合 同时还要应对剧烈振动 极端温湿度等恶劣功能 这无疑是汽车超精密制造领域的一场极限挑战 而这场挑战早在40多年前就已开启 从中外合作到独立引发 中国的磁悬浮技术一直在无端突破 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也是一条没有终点的道路 因为它通向的远方并不是速度的极限 而是想象力的界限 在过去的岁月 一代代工程师穷尽毕生心血 将一个个曾经只属于图纸上的想象 化作千家万户的日常 而在未来的道路上 曾经有一切颠簸 也必将终成谈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